你因为预算的考量 正在考虑这把长笛吗 先看完我的所有的介绍 还有评测 再来决定是否要购录吧 我今天呢要来介绍这把乐器 这把乐器呢 全部都是塑胶制的 它是Nuvo的学生长笛系列 那为什么我今天呢会来介绍它呢 主要是因为最近好像很多人聊到它 那也有人问我这把乐器 到底表现如何 我查了一下我发现它的价格呢 比一般这个我们的标准长笛呢 低了大概一半以上 我们一般来说呢 入门的初阶长笛呢 会建议大概是落在 18000-20000左右的品质 是会比较稳定的 那这把市价大概是 落在五六千左右 所以我就很好奇啦 它到底表现如何 毕竟我也没有吹过他们家的乐器 所以呢 我就直接在虾皮买了一把 就是我手上的这把 所以今天的实测呢 完全都是我自己个人的实际使用的想法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完全没有业配 会是以我实际上使用过的感想为主 那当然在过程当中呢 我收集一些资料 还有我有问专业的济师的意见 关于他们对这把的想法 那还有 专门呢 在贩售这把乐器的厂商 我有问过他们的想法 那等一下呢 也会一起 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 另外呢 我有实测一把呢 初阶的标准场底 所以呢 今天也可以让大家一起听听看呢 标准的场底就是金属 我们一般知道的这种金属材质的初学场底呢 跟这样子的 塑胶质的场底呢 他们音色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好啦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吧 好 这是我收到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盒子 就是长这个样子 都是塑胶的 塑胶的 然后呢 它是这样子拉开的 这样子 里面是这样摆 那里面这个隔层是塑胶的 你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都是塑胶的这个材质 那这场底比较特别的是呢 它这个头管这里是欧环 它有附呢 那个润滑的 因为这个欧环呢 本身它会 因为就是使用呢 它之后可能会 断掉 所以它会 你 装的时候 你第一次装的时候 可以稍微涂一下里面附的那个油 安装的方式呢 就跟一般的场底是一样的 那比较不一样呢 是它的尾管 它尾管上面其实是 它是有两个凸起的塑胶 然后你要对准 它这个有两个 很像卡榫的地方 但很有趣的是 我的那个 我拿到第一天呢 就是我这个尾管的塑胶 其实已经被削掉一小块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塑胶的材质呢 耐用度呢 有待时间考验 那它这个呢 就是装进去之后 就是顺着它卡 卡榫的地方装停止之后呢 就往 前面方向转 它就会 装好 然后你转 转进去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卡的一声 这样子 那先来讲讲呢 它的优点 然后它的优点呢 就是在购录时的价格低 好我会说在购录时的价格低 而不是说它的价格低 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我会解释 再来是它这个品牌强调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把乐器完全是可以水洗的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在雨中 这个吹长笛的 梦想的话呢 那这把长笛可以帮你达成 一般标准长笛是不能水洗的 但是这把乐器可以 接着是因为它是塑胶制的乐器 所以它相对来说是比 一般的标准长笛 轻非常多 在音色上面呢 它的第一个八度跟第二个八度 还OK啦 表现的还行 就是如果以它的材质来说的话 音色听起来是还不错 另外呢是它可以 它的吹头管是可以替换成这样子的 U型管 你会发现我的手臂呢 不会像原本长笛这样子要打这么开 所以这 这样的U型管的设计呢 非常适合小朋友 年纪比较小的 8岁以下的小朋友来吹奏它 那这U型管是要另外购买的 再来呢是它这把乐器的另外一大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长笛管壁上面 都有做像这样子的 防滑的设计 而因为在我们演奏长笛上呢 有两个拿长笛上面会有两个难点 一个是左手的食指 再来是右手的大拇指 因为我们左手的食指呢 会需要这样拖住以及夹住 那初学者通常在这里呢 会觉得有点吃力 右手大拇指也是哦 很多初学者会在这里呢 会需要就是 多一点时间练习才比较能够习惯 所以它这两个设计呢 帮助 可以帮助很多初学者呢 在拿长笛上面会比较轻松一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 初学的标准长笛的音色 跟这把乐器有什么差别 然后再在拿长笛上面会比较轻松一点 一张笛上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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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